請問說好的 掙扎不公開呢 這些內容到底是從什麼地方 而來的 為什麼檢方 發現了什麼 就直接跟不排除 扣合在一起 甚至 在偵察庭當中 發生了什麼事情 也做得這麼清楚 的指涉 透過記者的筆法 想要去扣上柯文哲主席收賄 這樣子的一個帽子 第二篇 又是獨家 更誇張 說柯文哲夫妻700萬元的帳戶資金不明 他說 本刊掌握 請問如何掌握 這700萬的依據 到底是什麼 這700萬的依據 到底是什麼 然後 陳佩琪 拿大筆線超到ATM存款 金額達300萬元等等 請問這個數字 從何而來 是真的是假的 依據是什麼 消息 消息來源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麼離譜 這麼誇張的事實 在我們的檢方 公告 決定 要深壓之前 就先透過媒體 再帶風向 跟特定媒體 在有關於 重大的司法案件 交相配合的操作 意圖如此的明顯 意圖如此的明顯 我們想要請教一下 犯案的檢方 還記不記得 什麼叫做偵查不公開 如果這是假的 那是在散佈假訊息 還是有檢方 刻意的 透過扭曲的事實 在惡意帶風向 讓輿論 先扣上柯文哲一個收穢的大帽子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 辦案的程序 我們感覺到 完全 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感覺到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新任的法務部部長 鄭敏謙 上任以後 在立法院 不是才信誓旦旦 我們先屬於他是集會有行進制區 所以說昨天晚上我們就兩次勸導該團體要迅速離開 但是他們今天能號召群眾過來 所以我們依照集會有行進法第26條的規定 因為我們尊重人民集會的權利還有相關法益的一個均衡 所以說我們採取必要的措施 才今天早上第一次舉辦警告 勸導他們離開這個集會現場 我們現在還是會回歸到相關的比喻原則 我們會適現場的狀況來實施後續的一些作為跟作法 現在這樣的狀況 因為目前他們還是保持相關的一個平和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我們還尊重他們的言論表達 請問一下你們現在有多少樣的一個警力 因為我們看他們的群眾人數好像比你們的警力不知道是不是還要多 我們現在後續還會陸續增加相關的警力來 目前我們其他局跟我們的一個支援的部分 最高會到達大概330名警力左右 你之前有特別往上傳報嗎 比如說到市局局長或者是市長的委託 因為這是議員這邊也有提到 這部分就是集會核心法的規定 就是校區分會長負主要的責任 所以這部分都是我們這邊來做決定的 好啊謝謝謝謝各位大家 謝謝大家謝謝喔 好那有需要文字武衷的話 我們那個整辦人會再處理 好謝謝 謝謝 余玲你那個時間要改一下 我們要切額到那個中間嗎 我們要切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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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塊一塊一塊一塊複策 如果你們要切額到的問題 你會跟周圍你讓我切櫃一個帳一塊一塊兒 那麼要切你讓你改一下 你會跟周圍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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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為了去找任何有可能想要可以羅置柯文哲入罪的任何急鎮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說 因為當初法務部廉政署跟台北地檢署的檢察官 到台灣民眾黨中央黨部公共辦公空間 我再強調一次,是公共辦公空間 到處翻箱倒櫃 我們昨天已經提示了非常清楚的影帶 來當作佐證 至於昨天台北地檢署 他們又翻供了 一開始的聲明稿 我昨天記者會有出示 白紙黑字寫說他們只有收主席辦公室 結果 公然的謊言被戳破了以後 昨天台北地檢署趕快發一個聲明稿 又試圖什麼 試圖要改變說詞 企圖掩飾自己的謊言 那為什麼提到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跟 拿A案 進行釣魚室 摸索式的搜索 想要再去辦B案 辦C案 直接密切相關 因為我們一開始最根本的問題 所有的人都擺視不得其見 為什麼 即使你們今天要辦金華城的案子 柯惟哲主席本人 也全力配合你們調查 為什麼來搜索台灣民眾黨中央黨部 台灣民眾黨中央黨部跟金華城的案子有什麼關係 結果 還真的從我們這邊 帶走一些文件 而那些文件跟金華城 一點關係都沒有 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到昨天 等到 柯文哲主席辯護人 出來公開質疑以後 為什麼出來公開質疑 因為 從搜索當天 到連政署 全部調查的內容 本來全部都鎖定在金華城